太辣 完全没有他所说的野葱的味道 这个 太大了 这个还有可以给后面的小姐的声 大小你学坏了 没有 你有 来吧 大小我爱你 谢谢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到了点评美食的环节了 我觉得龙龙真的进步太大了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就是我觉得炒青菜能炒得这么好吃 也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甜品还是继续了龙龙那个 比较愣的风格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 你真的要做一个甜品的话 可以再跟赵老师学学啊 继续来 龙龙呢 你的那个肉呢 也是你经过胃以后它挺滑溜的啊 就是那种感觉口感也很好 然后在营养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搭配的也OK 我还是挺满意的 宝贝你加油好不好 好 谢谢 我想先问一下袁龙龙龙 米饭刚才是你这边的还是 这边的 大熊 你饭好没有 我饭好了 饭好了 我咬一点 我可能更希望看到是你自己焖出来的那个米饭 好 来点专业的啊 当我们对烹饪有足够敬畏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去探讨 比如说你刚才那个怀旧饭盒那个 形式非常好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在一个野催的环境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一个炒好的青菜 放在饭盒里去嗷它好几分钟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这样的话你的油麦菜的叶子 就已经是已经逐渐的颜色很深了 没有到黑哈 但是绝对没有你刚刚爆炒完出来 放到小碗里 然后上菜口感来得好 呈现方面当然你做的是一个 有点像盒饭这种的带出去的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但是我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 你能够紧贴主题的做出一份一人食的这个 菜品 林哥可能说说希望一人食 是一个一人份那样展示 但是我觉得一人食吧 他不是说一定要在餐厅里吃一人食 我这一份可能我到野外去吃 或者我去给我的 送给朋友 亲人去给他送饭 这是他一人的饭 对 是可以带出门的一人食 对 如果带出门的话 龙龙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不要炒油麦菜 明白 因为我们能理解周老师 因为他基本不点外卖 我们总吃外卖 可能不太挑剔这些东西 青菜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 无论从菜品 还有这个展现上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真的我替你开心 谢谢你 大熊 我还是从大厨的角度给你提一些建议 牛肉盖饭的话 可能太辣了一点点 辣了 对 辣味可能过重 辣度盖过了这个牛腩的本味 就我个人吃的话 会觉得辣了一点 是这样大熊 这个 其实我是一个不怕辣的人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辣度 和雷进的那个辣度 是一样的 对于我而言 我不知道 与女人是不是这么想 我倒没有 OK 请随意 随意 大部分人 其实是喜欢一个综合型的 一个卫星 辣度高不要紧 但是其他的卫星要跟上 你要做一道猛菜 那你就真的是一道猛菜 而不是一个很直白的辣菜 我是想说这个问题 好吗 好 谢谢大熊 大熊就符合我的期待值 因为我知道他是湖南人 我对湖南 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那口辣 我觉得刚刚好 所以大熊 我想学这道牛腩 好 大熊的这个牛肉 我是觉得 就因为我自己尝到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 你的烩牛腩的这个 就是香料汤汁的味道 非常的浓郁 而且非常的下饭 第二个层次 那个辣味 然后踩在口腔里边 就是爆炸开 我是觉得很爽的一道菜 很棒 我非常的喜欢 大熊已经就是 我觉得已经让我放心到 不用担心了 就是你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你就是这届冠军 真的 我预测你就是这届冠军 真的 谢谢您啊 又有冠军像了 但我觉得雨宁今天穿的衣服 很适合